从游客的口气可以听得出来他非常惊讶 因为他不敢相信博物馆透明展示柜里 竟然有一只活生生的壁虎爬在古文物上面 被壁虎入侵的是四川三星堆博物馆 事发后管理部门说千年古物没有受损 接下来会全面加强展示柜的安全密闭性 同样是三星堆引发议论的 还有大陆媒体央视的直播采访过程 采访到一半传出男性惊呼声后直播随即中断 镜头视角突然向上仰拍 画面撤回棚内主播 感觉也被突发意外吓了一跳 画面曝光后网络紧接着出现多张照片截图 显示一些瓷器碎片 旁边还有一小滩血 有网友说就是央视摄影师摔进三星堆移植坑洞 不止机器坏了 被视为国宝的三星堆文物也被压碎 不过对此央视等大陆有关单位 没有对这起传闻做出回应 TVBS新闻张志明李敏珍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